两台百万汽车停在市府前 民众与市长一同合照 开心请回家 嘉义市购物节昨天落幕 发票登陆总金额突破7.5亿 今年个人登陆发票金额 最高的是一位康幸民众 以3666万多元破历史记录 还抽中13万元的景品包 阿购王的一个消费金额 是突破了3600万 到底是买了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我们很想知道 可是他这边也希望我们可以保密 这位康幸民众消费金额 已经是第二次破纪录 前列就登陆1502万获得第一 这次100多张发票 累计3666万元 再度蝉联消费王 其中单笔金额超过300万元 让民众纷纷猜测 到底是买了什么 应该不是买精品包包 要不然就钻石 要不然买房间有开发票 太夸张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消费王买了什么 从事什么行业 完全没对市府透露 这次购物节大奖 包含百万名车 钻石 都由嘉义人抽中 其中3666万元的登陆金额 消费力不容小区 三连新闻 廖国雄 陈宇安 嘉义报道